盆景 和山水盆景两大类 下面的节目里 我们主要介绍 树桩盆景的制作与养护知识 制作树桩盆景的植物材料 要选择树姿优美 根干奇特 猪崖叶小 花朵艳丽 枝叶脆绣 寿命长 耐修剪 容易造型 萌发力强 上盆容易活的树种 罗汉松是四季长绿的 棺叶树种 六月雪是棺花的树种 贴梗海棠和金蛋子 既能棺花又能棺果 它们本身就风姿措跃 是比较理想的植物材料 经过艺术造型以后 观赏价值更高 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一下 以它们为植物材料 制作盆景的方法 罗汉松盆景的制作与养护 罗汉松又称土山 属罗汉松科长绿小桥木 树皮灰褐色 有鳞片状列纹 主干直立 小枝平染密生 叶条状披针形 呈螺旋状护生 表面浓绿色 背面黄绿色或灰绿色 花期四至五个月 种子呈头形 肿脱像袈裟 整个形状像披袈裟的罗汉 所以叫罗汉松 罗汉松的变种叫小叶罗汉松 又称雀蛇松 长度仅两厘米左右 植株呈灌木状 更适合制作盆景 罗汉松是亚热带树种 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 及其以南各省区 喜欢温暖湿润的生长环境 较寒地区只可做盆栽 它适合生长的土壤是 肥沃、疏松、排水良好 微酸性的沙质壤土 盆景的制作 一、取材 罗汉松盆景的取材 通常以人工繁殖为主 一般在播种小苗一年后 培育成大苗 再移植供盆景造型使用 二、上盆 罗汉松盆景姿态仓骨秀雅 常用紫砂桃盆或幼桃盆 盆景随竖形而定 悬崖式造型用高深千筒盆 斜干式握干式造型用中深长方盆或椭圆盆 提根式副石式造型用较浅的盆波 盆土使用肥沃湿润 质地疏松 微酸性的沙质壤土 在盆底放上一块瓦片 以利于透水 栽植上盆时间应在春季萌芽前叫好 大苗上盆时最好带点素土 并剪除枯根和过长的根系 使须根能在盆土中舒展开来 将土压时并与根系紧密接触 以利于罗汉松的生长与成活 罗汉松上盆造型以攀扎为主 并适当结合修剪 攀扎适合在休眠期进行 用棕丝做扎绳 做到棕不漏外 主干盘区 枝条球区 姿态自然 小枝叶修剪成层片状或半球状 分层 层次有致 罗汉松枝条柔软 容易攀扎 而且耐修剪 特别是小叶罗汉松 枝米叶小 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加工 现在为了造型方便 也可以采用金属丝攀扎 等到成型以后 要及时拆除棕丝或金属丝 以免掐丝 罗汉松可塑性很大 可以加工成多种树形 如躯干式 斜干式 握干式 悬崖式 枝叶通过检扎 可以制作成云片式或馒头式 姿态苍古秀雅 四 养护管理 罗汉松耐阴湿 生长期要经常浇水 但不能泽水 夏季要尝喷叶面水 使叶面鲜绿生长良好 成型的罗汉松 盆景不易多施肥 春季适当施 一至两次稀薄肥水 秋季停止施肥 以免蒙发秋芽 对月冬不利 罗汉松可常年进行修剪 主要剪去长枝 并枯枝 以保持优美的树形 开花时 最好及时将花蕾摘去 以免结果消耗养分 影响生长势 罗汉松每两至三年 应翻盆一次 翻盆在三至四月进行叫好 每次翻盆 要换取二分之一的旧土 并减去枯根 将须根收散开 如果植株增大 应换以较大的盆波 此外 还可以结合翻盆 逐步提根 复以山石塑造提根式 或复石式盆景 罗汉松盆景树姿 葱脆绣雅 苍古矫健 叶色四季鲜绿 有清新高洁质感 罗汉松复以山石 制作成樱爪暴石的造型 则显得苍俊古朴 风格别致 罗汉松与竹石族景 也极具雅致 丛林式罗汉松盆景 如果配以放牧景物 可给人以野趣的享受 罗汉松盆景 如果培养方法得当 可以经过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 而长盛不衰 六月雪盆景的制作与养护 六月雪又呈白马骨 满天星 属茜草科长绿 或半长绿矮小灌木 因为它在一历六月 开小白花 矮然满枝 洁白如玉 故而得名 它分枝多耳米极 嫩枝有微毛 单叶对生或醋生与短枝 长妥原形 花朵一般单生或树朵醋生 呈白色或淡粉紫色 常见的六月雪品种有 金边六月雪 重拌六月雪 樱木 重拌樱木等 六月雪产于我国东南部 和中部各省区 在园林中广泛栽培和用作盆景材料 六月雪 性洗阴湿 多生长在西边 林下 灌木丛中 洗温暖气候 不耐严寒 在向阳而干燥的地方栽培 生长不良 它对土壤要求不严 中性 微酸性土壤 均能适应 六月雪的萌芽力 萌芽力都很强 耐修剪 树干 苍润 枝条柔韧 根系发达 非常适合制作盆景 盆景的制作 一 取材 分株繁殖在春季三月进行 将根部萌芽的植株连根崛起 用力刀分割开 带根分栽就可以了 六月雪 野生庄材资源丰富 可选取根茎粗壮的老庄头 于春季三月崛起后 栽之于阴湿肥沃 疏松透气的土壤中培养 带根系恢复生长 枝叶茂盛的时候 再移入盆中 二 上盆 六月雪 可选用较浅的长风形 或椭圆形的紫砂陶盆 或幼陶盆 颜色最好深一些 盆的大小深浅 应根据选材而定 培养土要求是 富含有机质 排水良好的微酸形囊土 可选用辅液土 或晒干冻松的糖泥土 三 造型 六月雪的造型方法是 碱渣结合 主要干 枝 适合攀渣 其余侧枝 采取修剪整形 攀渣采用 纤丝和棕丝都可以 但最好用棕丝 攀渣弯曲时 不要四张枝条 及树皮 主干造型 可选用斜干式 驱干式 悬崖式 丛宁式 也可将树桩做提根处理 造成提根式 六月雪枝叶横展 适合加工程躲云状 但不必太规整 注意要梳密得当 错落有致 六月雪还可以制作成 副石式盆景 扎根石缝 悬根漏爪 盘根错节 苍古奇特 颇有自然妙趣 四 养护管理 六月雪耐旱 耐极薄 喜阴湿 但是不耐重肥 养好六月雪 关键是掌握好 胶水施肥技术 春季 六月雪 生根蒙汁 蓄水量较大 应多浇水 保持土壤湿润 夏季雨水多时 应注意排水 秋冬季节 六月雪 生理活动减弱 所需水分也较少 一般两至四天 浇一次透水就可以了 制作成型的盆景 在冬天 湿一至两次 淡泊的有机肥水 其他季节 最好不要施肥 更不能施重肥 否则新枝土长 叶片扩大 有损哑观 六月雪开花以后 新枝条萌发很快 必须及时地整枝 摘叶或抹芽 以免枝干凌乱 也从过密 妨碍整体线条显露 立冬以后 六月雪要搬回室内养护 不能受冻 您看 经过造型后的六月雪 树形千桥 枝叶浮 夏日盛花 宛如白雪满树 玲珑青雅 它的枝干球躯 悬根漏爪 老太横生 实在是文雅高尚之士的最爱 贴梗海棠盆景的制作与养护 贴梗海棠 又称贴梗木瓜 皱皮木瓜 是蔷薇科木瓜 数落叶灌木 它的枝条开展 五毛 有刺 丹叶糊生 卵形至椭圆形 拖叶大 呈肾形或半圆形 花的颜色有珠红 粉红或白色 三至五朵 促生于两年生老之上 花期长三至四个月 果实卵形至球形 直径四至六厘米 黄色或黄绿色 有香味 九至十月 是果实的成熟期 贴梗海棠喜光 有一定耐寒能力 对土壤要求不严 但最适应排水良好的肥厚壤土 不耐积水 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陕西 甘肃 四川 贵州 云南 广东等省区 在我国园林中 广泛 引重栽培 也是制作光花盆景的重要材料 盆景的制作 一 上盆 贴梗海棠盆景 适合选用长方形 椭圆形 正方形 圆形的紫砂桃盆 或右盆 悬崖式盆景 亦选用千筒盆 贴梗海棠对土质要求不严 微酸性或中性土都可以 但最好是收松肥沃 排水良好的 辅液土或田园土 上盆在春秋两季均可进行 在值前 要剪短粗根和长根 不要让根部盘曲盆中 栽后浇透水 放在逼阴处一至两周 然后在一道光照充足的地方进行养护 二 造型 贴梗海棠造型多采用棕丝盘扎 并结合修剪 盘扎一般在秋季进行 成品妆头每年补盘一次 贴梗海棠因为枝刺坚硬 操作时要先将针刺剪除 再进行盘扎 它的枝条容易折成三角状或从肌部折断 所以攀扎时应把握好力度 贴梗海棠的造型多采用斜干式 躯干式或悬崖式 也可以攀成自然式装头 树罐造型应剪除病弱脂 使罐内中空以利于通风透光 每年要对贴梗海棠修剪三至五次 使脂条球躯延伸 贴梗海棠的枝干和根气 即使受到严重损伤 也能迅速恢复生长 可以在换盆或换土时对它提根 使盘区的老根裸露在盆面 增加苍净古朴的气韵 三 养护管理 贴梗海棠盆颈 平时应保持土壤湿润 防止盆中积水烂根 春夏生长季节盆土不能干燥 尤其在花期更要保证有充足的水分供应 冬季要失足积肥 以腐熟的饼肥 旧肥及骨粉最好 生长季节施肥应少而勤 不能过肥 否则容易发生病虫害 贴梗海棠洗光 适合放在阳光充足空气流通的场所 剩下高温时要适当遮阴 花期过后将开过花的枝条减短 以促进分枝和花芽的形成 增加来年的开花数量 同时可输除土壤枝 交叉枝和重叠枝 落叶后进行整形修剪 收除病枯枝和衰老枝 以保持树形美观 每隔两至三年翻盆一次 在春季开花后和秋季都可以进行 翻盆时顺便修剪根系 并在盆底施入积肥 贴梗海棠的主要病害是绣病 防止方法是 喷洒0.5波每度石流合剂防止 它的主要虫害是牙虫和刺鹅 防止方法是 用1500至2000倍乐果西式叶喷杀 冬天用石流合剂喷洒植株 可以防止枝干上灼生的戒壳虫 金蛋子盆景的制作与养护 金蛋子又称平兰花 属于世书科 世树属半长绿或长绿灌木 枝条有刺 单叶护生 雄瓷一珠 花灌呈白色 形状像瓶子 有芳香 花期在四至五月 果实进球形 直径约两厘米 成熟时呈黄色 金蛋子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浙江 湖北等地 上海 杭州 成都 重庆 广州等地的园林中栽培的也比较多 金蛋子比较耐阴 适合肥沃 湿润的微酸性或中性土壤 它的萌芽能力很强 耐修剪造型 盆景的制作 1.取材 制作金蛋子盆景的装裁 大多来自于挖掘的山野树桩 挖掘时间一般选在金蛋子进入休眠期 土壤未冻结之前 或初春化洞 树木尚未萌芽之前进行 应选择树干 仓骨奇特 囚禁曲折 符合一定创作利益的装头 截断主根 多留侧根和须根 短截因造型需要的枝干 修去与造型无关的枝条 整理好根系后 就可以上盆栽质了 2.上盆 金蛋子多用较浅的长方形 紫砂盆 培养土可按以下比例混合配置 辅植土两份 砂土两份 青壤土六份 3.造型 金蛋子主干造型 多采用斜干式 如单斜干和双斜干 也可以因材利益 根据树桩自然形态 因势力道 金蛋子造型方法 主要是修剪 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 但已果落后 萌芽前实际最佳 金蛋子盆井 以光果为主 一般果实生长在 上年枝条第三个 叶叶萌发的当年生芯枝上 因此 因此修剪时应保留基部三个芽枝 将顶烧剪去 以被蒙发结果新枝 输出杂乱枝和过密枝 以保持竖形 用金蛋子制作盆井 也可以结合换盆或翻盆 逐次提根 进行根部造型 以表达悬根漏爪的仓骨姿态 四 养护管理 保持土壤湿润 是养好金蛋子盆井的 关键措施之一 这种是套盆保湿 就是在金蛋子盆井的下面 再套一个水盆 这种是渗透保湿 就是在盆土建杆时 将盆井放入水盆内浸泡 等到浸透后 将盆井端出 再放到阳能上 对于较大的树桩盆井 在制作时 就应该考虑到保湿 可以将树桩 栽到浅水盆内 结合树桩盆井造型 留出适当空隙 装水保湿 合理施肥 是促进金蛋子 芝盛叶茂 开花结果的重要措施 在翻盆或换盆时 湿足底肥 以腐熟的饼肥最好 也可以结合胶水湿液肥 每年4至10月份 湿用60%饼渣 20%股粉 20%鱼粉混合腐熟的淡肥水 薄肥禽湿 每月一次 金蛋子幼树桩 每年应换盆一次 一般在冬眠前进行 成树可以3至4年翻盆一次 一般在新芽古起萌芽之前进行 翻盆或换盆时 幼树减去根梢1 3分之1 成树减去根梢1 4分到1 3分之1 同时剔除旧土换上新土 翻盆后 应放置在通风阴凉的地方 严禁日晒 金蛋子的病虫害 主要是戒壳虫和红蜘蛛 都发生在4至10月 防治戒壳虫 可以在冬季 喷湿2至3次 3至4波每度石流合体